原本沒有這個洞 然後自然水是施工完 就留下一個洞 舉著加盟起的大洞 居民擔心又害怕 颱風要來了 畢竟會不會遭到掏空 我還以為 他們可能過兩天 就會來灌水泥補強 結果沒想到就留這樣 民眾說 這是出浚工程惹的貨 看看這個大洞 長6公尺寬 也有1.5公尺 更深達9米 但最近連日大雨 不但出現大坑 還有裂縫也越來越大 本來就有一個 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現在因為 地裂開 然後土這裡的土就往下 看著整塊土地線下 呈現斷層 另一邊地面也裂出 比拳頭大的縫隙 但再往後推10公尺 就是住家 居民擔心風雨來了 怎麼辦 民國98年 布拉哥颱風 掏空地級衝會 台東近帥飯店 現在民國特尊將來襲 居民交集 全血在臉上 就怕自己住的屋子 就像當年的近帥飯店 一樣被衝回 通知廠商 會要做好那個防台措施 來不及的話 叫做基礎的話 那應該先以灰填 縣府表示 書駿工程都有先做好防護 目前也會先填土 但居民就擔心 颱風來了 家還在罵 金黃正宏 洪建民 大陸報導